同修的孩子十岁 然后孩子呢会实话实说 同修的一些警示的话呢 就是孩子把这个话转给了别人 结果导致同修和别人产生了矛盾 然后同修呢就训识孩子 孩子很委屈 但是同修觉得不能叫孩子撒谎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如理如法的教育孩子呢 就看孩子讲啊 该讲的讲 不该讲的不要乱讲 你虽然没撒谎 你不该讲的 你讲了 你就是里边有旗鱼两舌 恶口 包括妄语 全在里边了呀 对不对啊 你今天讲了一个医生自管 开病药房 不管病人吃了死活 你说我不撒谎 把人家气死了呢 对不对啊 他的爸爸还没觉悟呢 你跟爸爸说 爸爸我告诉你 你身上一大堆的毛病 你怎么怎么 他老爸气死了呢 你也是 你说我没上谎啊 你不是让人家撑怒啊 不看果的 好好教育的 这种孩子从小就要扳嘴 听不懂啊 不要你讲 谁叫你去讲的啦 好啊 那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这个小孩 就是跟邻居的儿子在玩 然后呢 邻居的儿子 爸爸生病了 得了那个感冒 然后同学就担心 怕他有这种疫情的情况 就跟孩子说 你别去跟那个小孩玩 他爸爸生病了 感冒了 结果小孩就把 就跟那个邻居的儿子说 我妈不让我跟你玩 然后最后 那个邻居知道了 之后他们两个就吵架了 就是有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说 同学他本身也要 就是跟孩子 就不是 邻居就是没文化 很可怕 就是他的爸爸 他的家里的人 没有文化 你知道孩子会乱讲的 你为什么跟孩子讲了 哦 对 同学我对 哦哦哦 你知道孩子口无责然的 你为什么跟孩子讲的 你可以说 孩子你好好住宿啊 最近不要出去 玩了 在家里好好读书 那小孩子就去跟 我爸爸不让我玩了 让我好好读书 你还是爸爸妈妈 没有文化呀 有文化不是 是的 迷运都不见了 还文化呢 嗯 好的 感谢师父 太文化了 了 太文化了